据说从高空掉落在水面 就如同直接砸在水泥壁上 因为水的表面分子间存在阻止扩散的张力 导致身体接触水面时产生巨大反作用力 而这也是很多大聪明装壁失败的主要原因 但如果在落水前先丢下一个锤子 就能破坏水面的张力 从而让我们能够死里逃生 并且曾经美国在修建跨线大桥时 工人都会随身携带锤子来降低坠落的死亡率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可行吗 留言组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亚当决定给吉米一个尝试机会 让他从这个54米高的起重机上一跃而下 看提前丢下锤子能否保住小命 但当吉米爬上最高点时双脚就开始发抖 所以最终他们只能请出了假人老兄 为了准确测量不同情况下落水时的撞击力大小 亚当掀开了老兄的头盖骨 然后将加速度传感器安装在里面 而在实验之前他们先测试了传感器的灵敏度 在确认数据没有任何问题之后 他们来到了水面测试场 专家将老兄固定在起重机的吊钩上 并且上升至54米的高度 首次测试的是没有锤子破坏水面的对比测试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释放了悬挂的绳索 这时老兄开始自由落体下坠 然后以时速96公里直接砸在水面上 从机器的浪花来看老兄必定凶多吉少 这让吉米庆幸参加实验的不是自己 而当他们将老兄打捞上来时发现 假人的两条腿已经被强大的冲击力撞断 并且之后亚当脱掉了裤子也没有找到下落 于是他们只能用残疾的老兄重新进行了测试 以避免双腿对实验数据造成误差 当老兄再次砸在水面时 传感器测得假人受到的瞬间加速度达到287个距 而一旦超过60个距就能让人当场开戏 那如果在落水前丢个锤子 假人是否又能幸免于漫了 接下来他们将铁锤悬挂在老兄的下面 以便让锤子比假人先接触水面 从而达到破坏水面张力的效果 等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再次将老兄从相同的高度丢了下来 尽管锤子抢先撞击了水面 可假人依然承受了270个距的加速度 虽然从数据上看 锤子确实破坏了水面张力达到缓冲的效果 但这细微的差距并不能让人死里逃生 所以当我们不慎在高空落水时 完全没有必要先丢个锤子 据说开车的时候如果把手放在方向盘中间 一旦气囊弹开就会炸飞手指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格兰弄来了一个未爆炸的方向盘 并决定引爆他来进行炸手实验 但由于找不到铁粉充当志愿者 托瑞决定制作一双实验假手 于是他用自己的手臂进行保磨 然后灌入融化的凝胶 同时为了达到与真人手指相同的物理特性 他们还在手掌内放入了肌骨 之后格兰将假手以正常的驾驶姿态固定在方向盘上 并且连接上引爆气囊的引线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躲在防爆门后按下了起爆按钮 随着一声爆炸响起 气囊瞬间就将假人手臂弹开 但经过检查他们发现 假人的手指并没有任何受伤 但现实中老司机都喜欢将自己大拇指翘起来 这样会不会更容易受到伤害呢 然而当他们再次引爆气囊时 假人手指依然没有丝毫受伤 这时凯莉表示很多女司机开车 都会将手指放在方向盘中间 于是托瑞重新制作了假手 并按照凯莉的开车姿势固定在方向盘上 而当他们重新引爆气囊时 假人的大拇指竟然真的折断了 可见气囊爆炸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在拐弯的时候触发了气囊 又会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呢 最后他们将假人摆成了拐弯姿势 紧接着气囊再次被弹了出来 而这次弹开的手臂却一巴掌砸在了头上 如果现实中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肯定会有一点点疼 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确姿势 不然安全气囊就不会安全的 据说九里内人能跑过硬地赛车 因为赛车在起步时轮胎的牵引效率很低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他们来到专业方程式赛车场 然后决定亲自驾驶这辆价值千万的赛车进行测试 它不仅拥有700匹超大马力 而且百公里加速只需2.6秒 可人类的速度真能超越这台性能怪兽吗 为了避免损坏赛车造成天价赔偿 他们在实验前进行了专业训练 而首次测试吉米率先对赛车发起了挑战 随着工作人员的一声令下 吉米似乎凭借他发达的肥肉抢先起步 但回看录像时才发现他最终还慢了一丁丁距离 之后他们继续重复了几次实验 可结果差距却越来越大 显然50岁的吉米身体已经被掏空 于是他和亚当交换了位置 并且这次将用助跑器进行辅助 果然在科技的加持下 亚当几乎和赛车打了个平手 但在重复测试中却又被碾压 可见身体素质和驾驶水平都能影响实验结果 为了实验的严谨性 接下来留言组请来了专业车手和运动员 而这位短跑健将 曾以9秒96的百米成绩打破了自己的记录 可他又能否超越赛车呢 尽管在起步时他明显快于赛车 但在4米之后就开始被反超 小哥认为是助跑器影响了自己的发挥 于是他取消了助跑器并再次开始了测试 这次虽然速度比之前有所加快 但最终还是比赛车慢了半秒钟 很明显9米内人类是很难快过赛车的 那如果换成咱们的苏神 比赛结果又会不会改变呢 据说只要车速足够快 测速相机就来不及抓拍 可这种说法真的可行吗 留言组为了让大家避免开罚单 警理决定先用自己的老爷车进行测试 而眼前的这台测速相机 就是今天要挑战的主角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他曾为财政创造了不菲的收入 当警理驾驶汽车 以极限速度冲破测速点时 毫无疑问相机清晰拍下了车牌 可见普通汽车很难逃脱测速相机的魔爪 考虑到给我点赞和评论的粉丝 都能开上蓝波金银 于是他们用超能力搞来一辆大牛 因为它的6.5升V12引擎 足以超越一般的家用轿车 但测速相机又会不会卖它的面子呢 这次将由亚当进行测试 亚当猛踩油门开始向前冲 尽管速度达到了200公里每小时 但测速相机却清晰拍下了照片 经理认为亚当没有发挥V12的全部性能 于是又让职业车手进行了测试 这次大牛的速度增加到225公里每小时 这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轿车的极限值 可依然被测速相机开出了罚单 如果这都不能逃脱它的罚眼 那普通汽车更加不可能啊 而为了找到测速相机的拍摄极限 最终他们向粉丝借来一辆速度更快的野兽好 它巨大的窝喷发动机能加速到480公里每小时 当专家启动车子的一瞬间 尾部就喷出巨大浓烟 然后以400多公里的时速穿过了测速点 这闪电般的速度终于让相机来不及反应 因为测速仪的原理是根据反射的脉冲信号来启动抓拍 而一旦车速超过一定数值 相机就会来不及启动 可尽管他们找到了逃避罚单的有效方法 但几乎没有汽车能达到这个速度 所以大家开车一定不要超速 据说QQ糖能当燃料发射火箭 因为软糖中含有大量凝胶 能在燃烧时释放巨大的能量 可它真能让火箭一飞冲天吗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可惜 他们决定纯手工打造喷气式火箭 而普通火箭大致有顶部的液氧与底部的石辣构成 当火箭发射时液氧会穿过燃料柱点燃石辣 从而产生推力让火箭飞向天空 于是几米找来空心的燃料柱 然后两人往里面塞满了软糖 由于软糖间的间隙可能导致火箭爆炸 所以他们又打造了第二代火箭 亚当将软糖放入烤鱼盆内加热 等融化后再倒入燃料柱进行凝固 这样里面就不会产生空隙 从而会让火箭飞行更加稳定 接下来他们带着制作好的燃料柱 来到了火箭发射基地 并在专家的帮助下组装好了火箭 为了准确测量火箭的飞行数据 他们在箭头中安装了高度传感器 首先发射的是第一代QQ糖火箭 可它是否能顺利升空呢 等专家连接好点火线路之后 亚当在安全屋按下了发射按钮 这时火箭尾部开始喷出火焰 紧接着窜出了水果味的锡 而火箭却没有丝毫升空的迹象 那融化后的软糖火箭又能否发射成功呢 当亚当再次按下按钮的瞬间 火箭立即向上蹦搭了一下 然后尾部不断喷出火箭 但这次依然以失败告终 可见软糖火箭的推力还远远不够 吉里认为可能是软糖中的水分 影响了燃烧的效率 如果将软糖熬制成干燥的硬糖 说不定就能成功上天了 于是他们开始制作第三代火箭 可实验结果又会怎么样了 接下来他们对QQ糖进行了熬制 以此来蒸发里面的水分 然而就当温度达到154摄氏度时 锅里刚突然发生了爆炸 吓得亚当举起双手就要投降 要是滚烫的糖浆粘在了皮肤上 估计会有一点点疼 之后他们替换了铁锅继续熬制 成功蒸发掉软糖中的水分 每公斤糖燃烧能释放17000千焦的能量 而这支火箭被灌入了5.5公斤的糖 按理说能将火箭发射至上千米的高空 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等重新做好准备之后 他们再次进行了点火 然而这次火箭不但没有顺利发射 反而还把箭头给顶了出来 这时锅里开始怀疑可能是火箭结构出了问题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于是他们用标准的石辣燃料进行了对照 这次点火后火箭瞬间飞向了天空 但最终在200米的高度掉落了下来 而理论上石辣燃料能将火箭发射至6000米的太空 显然火箭的硬件确实存在问题 为此他们决定重新设计软糖火箭引擎 并且这次会将烘干水分的糖果拧成粉末 然后与氧化剂和粘合剂混合在一起 这样制作成的固体燃料就能瞬间释放巨大能量 可现实中又能让火箭飞出多远的高度呢 为了对比与传统火箭的动力差距 他们首先发射了一枚普通火箭 但按下发射按钮的瞬间 传统火箭快速冲向了天空 并最终飞到了1369米的高度 紧接着他们发射了软糖火箭 伴随着浓烈的黑烟 火箭同样瞬间飞射的出去 而通过查看数据时发现 软糖火箭最终被发射到了1125米的高度 这已经和传统火箭相当了 所以QQ糖确实能当火箭燃料